然後我其實上蠻久的 從前年的9月上到去年的9月 所以我上了一年的時間 然後就是準備了蠻長的時間 然後我考了兩次 就是第一次考6.5 然後再準備兩次多月 然後進去考第二次 然後又考到我養成績 然後就是 其實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 就是 就是 先閱讀的部分一開始 就是大部分都是照老師上課的方式 就是你讀只有14點嗎 然後 就是聽到後面都已經會背 然後 我是一開始 我一開始有自己就是想說 我要把它背起來寫起來 然後結果發現我上了幾堂課之後 就會背起來 因為他就會無止盡跟一直重複 哈哈哈哈 你還很像嘛 對啊 就是這樣每個半都在燒我的紅紅花 對然後 但是它蠻有用的 因為我說了就是老師上課的那篇文章之外 我就是寫Cambridge 然後 其實我只有寫8到10而已 而且我只寫一次 就是我沒有時間寫兩次 就之前朋友說他寫三次什麼的 我覺得蠻厲害的 可是我只寫一次 然後 可是我花蠻多時間檢討 就是我寫完的 就是我可能一篇花18分鐘寫嘛 然後 可是我大概要花大概40分鐘檢討 就是每一題都檢討 然後 就是對的也會檢討 就是看一下答案 就是其他選項為什麼會錯 就是我覺得這還蠻有用的 對然後寫到後面就會還蠻簡單 就會知道說答案會在題目哪邊 所以我閱讀考得還不錯啦 我考7.5 所以我覺得這還蠻有用 就是可以參考一下檢討的方式 然後寫作的部分 寫作我沒有考得很好 就是不知道我自己想要的 可是就是像一開始就是 不想寫作文啦 就是一開始上課的時候 然後 我大概上了一兩個月之後 就是鼓起勇氣要寫作文 然後 就花一個週末寫大概寫了四個小時吧 然後交給老師改後來這五分 然後我就覺得心靈受闖 然後後來就給我一個時間又不敢寫 然後 可能到後來就是要快要考試的時候 然後我是先 我是考試前 我大概兩個月前就報名 然後報名的時候 你錢繳了 你就會有一種我必須要考過的感覺 因為你錢都已經繳了 然後 所以那時候我就會逼自己 大概兩天就要寫一篇作文 然後 沒有給老師改 可是就是練習那個 把時間內把它限穩的時間 然後 我有被就是模擺 就是老師上課會給幾個 可以參考用 然後我就整理出三個 他就三種題目 然後我就三種都各寫出一個模板 然後我就把它背起來 然後我就只寫這三個 我也考試的時候 就看到什麼我就直接寫 然後你看開頭跟結尾加起來 就六七十個字 然後再加上就是每段的開頭 都會有大概十幾個字 然後這樣你光背模板就一百個字 所以剩下的一百五十個字 再把它填完就好 所以我覺得就是大家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就是還剩了蠻多時間 然後聽力的話 聽力我是也就是只有寫Cambridge而已 就是我是自己寫一次 然後檢討的時候 就是先把錯的看完 然後再看主治稿聽一次 然後聽完之後就是不看主治稿 然後再聽一次 確定自己都有聽懂 所以一篇我大概要聽三次 然後我也只有聽Cambridge而已 就是其他的也沒有再聽 然後有時候就是只會在一台吃飯的時候 就是手機比如說APP有那個TED的那個APP 然後他裡面的大概裡面都五分鐘左右吧 就是其實還蠻好 而且反正你看到不喜歡 你就退出就好 他還有中英文字幕 所以我覺得那個APP還蠻實用 大家可以去下載 不然他不用錢 然後口說的話 口說的話我有參 就是到考試後面就有參加讀書館 然後就是大家如果還沒參加讀書館的話 可以試試看 還蠻好玩的 就是一群人一起跟雅思嘛 反正你不會的別人也不會啊 所以也有關係 就是也可以一起努力一下 就是還蠻實用的 反正就是你講話的時候 如果講錯了 反正別人也不一定會知道啊 然後你的同學就跟你一起 就是一起進步 那感覺還蠻好的 然後所以如果你沒有參加讀書館 就是可以考驗一下 然後就祝大家考了自己想要成功 也許оля像 Streit 一旦 甚至非常 special 封過去